要想身体好,营养早餐少不了 这个早餐鸡蛋饼做法特别的简单 全程不用手揉面,要多软有多软 老人小孩都喜欢 400克面粉中放上5克盐 先倒入400克凉水顺一个方向搅拌上劲 然后盖上盖子,先醒面10分钟 避免有面疙瘩 再倒入400克凉水,搅成稀一点的面糊 加入一把葱花搅拌均匀 电饼当预热刷油盛上两勺面糊涂抹均匀 打入一个小笨蛋也给它刮抹均匀 撒上一点胡萝卜碎和黑芝麻 喷上少许食用油定型后再翻面 再烙30秒即可 柔软筋道又营养的早餐鸡蛋饼就做好了 喜欢的赶紧跟着做起来吧